有一个性格孤僻 胆小羞涩的小女孩 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在一家情节公司工作 靠微博的薪金把她一手抚养大 因为家境的贫困 她常常受到别人的启示和欺悟 这些都给她幼小的心灵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久而久之 她对母亲开始心生怨恨 认为正是母亲的卑微 才使她遭受如此多的苦难 一天 母亲由于工作出色而被允许休假一周 为了缓和母女之间的关系 母亲决定带女儿去阿尔贝斯山滑雪 但不幸降临了 她们在雪地里迷了路 对雪地环境缺乏经验的母女俩惊慌失措 她们一边滑雪一边大声呼救 不想呼喊声引起了一连串的雪崩 大雪把母女俩埋了起来 由于求生的本能 母女俩不停地跑着雪 历经艰辛 终于爬出了厚厚的雪堆 母女俩挽着手在雪地里漫无目的地寻找着灰灰的毒 突然 母亲看见了救援的直升机 但由于母女俩穿的都是与雪的颜色相近的 银灰色羽绒服 救援人员并没有发现她们 当小女孩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床上 而母亲却不信去世了 医生告诉她真正救她的是母亲 母亲用岩石割断了自己的动脉 然后在血迹中爬出十几米的距离 目的是想让救援的直升机能从空中发现她们的位置 也正是雪地上那道鲜红的长长的血迹 引起了救援人员的注意 也许我们出生在普通家庭 也许我们的家境比别人要差 也许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多多受了些苦难 但请相信 母母对我们的爱是天底下最纯洁伟大的爱